下面为我们解释宝字 宝质 本到幕后这一段句两句经文 光是功德宝 这个宝字 念老提醒我们 因神作业 这个词很重要 成为画龙点金之别 该开法藏之所开现的 就是这个宝 广逝于众生的 也就是这个宝 那这宝什么意思呢 那很明显的 我们能体会到 法宝 所以 佛在经上常说 一切布施当中 法布施为罪 为什么 法能帮助众生开悟 财不能 无为也不能 法能帮助众生救 下面 念了举例 举了三个意思 宝字 聚三意 一者美称 如尊佛 二名之为 报王如来 这是称赞 赞美 赞美念佛三昧 叫报王三昧 这是赞美的意思 尊佛菩萨之印其为报应 这个印其就是印证 像慧能大使 求吴族给他印证 证明 他真的 明显些许 这叫保印 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 二者呢 保 是凡云 摩尼的 移民 人望景 两笔苏月 凡云摩尼 此番为保 慧亦翻云 如亦保诸 谁亦所求 皆圆满谷 这称赞美 保 又 涅槃金 第九眷入 摩尼主 投旨 作水 水即 为亲 这是说 摩尼保诸的作用 那放在 浊水里头 浑浊的水 这个水啊 就清了 那 有这个作用 又 弥陀苏超 也有这个话 苏超是 廉痴大字写的 明珠 投于作水 作水 不得不浅 佛号 投于乱先 乱先 不得不负 这个四句记 念佛同学 功夫不得力 这四句记住 他能帮助你 为什么不得力呢 妄念太多了 我一面念佛 妄念总是起来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功夫 抵不过妄念 不要害怕 妄念怎么样呢 不要去理他 不管他 把精神 注意在佛号上 这样念呢 念久了 慢慢忘念 自燃烧了 功夫就得力了 有一些同学 不念的时候 他说 我好像没有忘念 这一念的时候 把忘念全念出来了 这是一种错觉 不念的时候 忘念多 你没有觉察到 你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不知道 你要忘念 这一念佛 或者一打坐 叫一进坐 他就出现了 绝对不是 敬坐 生忘念 念佛 其忘念 不是 忘念本来存在 你不用功 你不能觉察 用功 发现了 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 这是正常现象 许许多多人 都有 现在人有 古人也有 方法就是 不要理他 随他去 你越理越多 不要去理他 老实念佛 把注意力 都 着重在 佛号上 时间久了 忘念少 智慧就增长 那么这也正式 以宝珠 比喻佛号 三者 大智读论 第四十七卷 有 有这么一句话 于诸保重 法宝 是 实宝 今世后世 乃至涅槃 能为理 经经中 宝字 戏举如上 主义 上面讲的三个意思 都有 所说之法 是真说法宝 此法 至妙无上 古语之未宝 这个意思 说得很清楚 很明显 真正的法宝 是 金教 真实法宝 是金教 佛所说的 圣人所说的 那他所说的 道理 方法 效果 亏述 永恒不变 那最很简单的例子是 五界 首相 六都 六弧 这都很简单的例子 他会变吗 他永远不会变 他是真理 他是真实智慧 中国古神仙仙 所说的 无能无常 四为 八德 过去 过去 千万年 是正确的 未来千万年 他还是正确的 你能依教奉贤 你就能修行正苦 阿 尼 陀佛 阿 尼 佛 阿 尼 尼 佛 无 无 无 大 无